唐朝天宝年间 有一个姓马的敲珠将 祖传的敲珠手艺 一把刀急如闪电 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事情就已经干完了 因此被人们称为马闪刀 最神奇的就是那把刀 黑油油的 也是祖传下来的 据说他的先祖 晚上看见流星滑落 跑到流星落下的地方一看 发现了一块黑油油的石头 还在冒着烟 后来他的先祖背着这块石头 不远万里 找到天下第一铁匠 打造了这把敲珠刀 当然了 这种话也只是听一听 笑一笑就作罢 至于是真的 还是吹牛 没必要去深究 但是在这一带 他的敲珠手艺干净利落 却是货真价实的 他要是称第二 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这一天晚上 马闪刀在老杜家里喝酒 等到酒席散后 已经是二更将近 他拱手告辞 沿着山间小路 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赶 但是过了不久 他发现迷了路 竟然走到深山里去了 他一边嘴里发着牢骚 一边寻找下山的路 好巧不巧 这个时候 老天突然下起雨来了 他只好冒雨 小跑起来 忽然 他看见山谷里闪烁着灯光 赶紧向着灯光跑去 到了跟前 是一户人家 三间茅草屋 窗户里透出灯光 马闪刀敲了敲柴飞 很快 一个黑大汉走了出来 询问有何事 这个黑大汉 长得奇丑无比 大眼睛 长耳朵 高鼻梁 嘴巴凸起 露出两颗大门牙 皮肤有黑 略显粗糙 手腕上的汗毛 密密麻麻的 比眉毛还要长 马闪刀心里怪异 但是老天下着雨 他也无处可去 只好讲明来意 打算再次借宿一晚 黑大汉很爽快 大笑着说 谁也不是带着房子走路 都有求人的时候 俗话说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乡房里空着 你姑且将就一晚吧 马闪刀答应一声 跟着黑大汉进了屋 黑大汉叮嘱几句后 眼上门走了 马闪刀站在屋里 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 然后合一躺在床上 把敲珠刀插在床头上 吹灭灯睡了 过了不久 房门被轻轻地推开 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 来到床边 举起宝剑 往马闪刀的头上砍去 突然 敲珠刀发出耀眼的红光 将屋子照耀得如同白昼 原来 每敲完一次珠 回来后 马闪刀就会手捧着敲珠刀 念动九九八十一遍咒语 自从他的先祖 得到这把敲珠刀后 就是如此 敲珠刀吸收了珠的精气 加上咒语的加持 早已成了一件法器 遇见邪魔外道 就会发出红光 阻挡邪魔外道的法力 黑影正是黑大汉 他想杀了马闪刀 没想到被红光一照 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倒在地上 变成了一头野猪 黑大汉是一头猪腰 修炼了好几百年 已经能变成人形了 这一天晚上 他在山里寻找食物 忽然看见马闪刀 在山里乱窜 似乎迷了路 心里变起了杀意 他是猪的祖宗 好多公猪 被马闪刀斩断了欲望 生无可恋 心里充满了怨恨 他岂能坐视不管呢 正所谓 饥不可食时不再来 他当即使用法力 在山谷里 变出三间茅草屋 寄起一片雨 迫使马闪刀来夺雨 但是他失算了 没想到敲珠刀是一把神器 野猪见识不妙 赶紧往外逃窜 说时迟那时快 马闪刀一跃而起 拔出敲珠刀 大声吼叫道 采花贼 哪里逃 把东西留下来 他的身子往前一探 敲珠刀一挥 手里顿时多了两个蛋蛋 野猪嚎叫一声 撞倒茅草屋 瞬间跑得无影无踪 马闪刀追出屋 冲着远方哈哈大笑起来 等到他再一回头 哪里有茅草屋的影子 只有一堆乱石 马闪刀 为何要称猪妖为采花贼呢 这是还得从大半年前说起 大半年前 一位姓陈的商人 新娶的小妾 半夜里被人撬开 窗户爬了进来 小妾昏昏沉沉的 口不能言 手不能动 但是眼睛却看得清清楚楚的 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里 她看见此人是一名壮汉 长得奇丑无比 大眼睛 长耳朵 高鼻梁 厚嘴唇 天亮后 壮汉离去 姓陈的商人不在家 小妾找到大妻哭诉 因为男人不在家 大妻不敢报官 便安排了三个家仆职业 三个家仆拿着大锣 守在小妾的阁楼下 到了半夜里 忽然刮起一阵怪风 正在打瞌睡的三个家仆 猛的惊醒 只见一个黑影两三下便攀爬上阁楼 一个家仆敲起大锣 扯起嗓子高喊捉贼 另外两个家仆提着棍棒往阁楼上冲 黑影见识不妙 跳下阁楼跑了 自此后 不敢再来骚扰小妾 但是 第二天 姓刘的农户家里传出了消息 他家未出嫁的女儿 被一个黑大汉糟蹋了 姓刘的跑去报官 官府里派出差役 晚上守在刘家附近 到了晚上 果然看见一个黑大汉跳进了院子里 差役们冲进院子里 却不是黑大汉的对手 被黑大汉逃脱 官府发布文书 四处追捕黑大汉 一时间抓了十几个黑大汉 仔细盘问下 却都不是采花贼 这以后 黑大汉变得狡猾了 间隔个十天半月出来一趟 而且从不踏进同一家第二次 好多女子被黑大汉玷污 到了后来 女子遭受羞辱后 家人选择不声张 更不敢报官 一来保全脸面 二来以免被差役们敲诈勒索 前几天 黑大汉跑到了老杜家里 老杜担心女儿的安危 严加防范 夫妻两个睡在女儿的室外 老杜学过武艺 听到了动静 拿着大刀冲了进去 黑大汉赶紧跳出窗外 老杜跳出窗外紧追不舍 却看见一头野猪 钻进了树林里 他心知肚明 采花贼是一只猪妖 老杜思来想去 要想置猪妖 恐怕只有敲诛将马闪刀了 因为自古以来 一物降一物 因此他把马闪刀请来喝酒 商量对策 按照老杜的意思 让马闪刀带着十几个壮汉 到山上搜索猪妖 马闪刀大笑着说 不必如此 这样会打草惊蛇 只我一人便够了 要知道 我的敲猪刀是一把法器 猪妖伤害不了我 正是一高人胆大 马闪刀独自一人上了山 他假装迷路 晚上在深山里转悠 目的就是引猪妖上钩 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淹了猪妖 让他从此以后 当不了采花贼 马闪刀拿着两颗蛋蛋 来到郡城 找到刺史 刺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得了甚亏的毛病 多方求医 一直未果 马闪刀说 刺史大人 这是猪妖身上的东西 充满精气 大人要是吃了它 保证不再甚亏 刺史大喜 询问他要什么好处 马闪刀说 我想让儿子在刺史麾下效力 谋个差事 刺史答应下来 马闪刀之所以想让儿子 在官府里做事 就是不想让儿子当敲猪将了 他家几代人 都是干这个营生的 造下了不少罪孽 他想让儿子改行 而且他得罪了猪妖 猪妖早晚会来报复 让儿子远离乡村 多了几分安全保障 过了一段时间 刺史甚亏的毛病果然好了 当即向力部推荐 让马闪刀的儿子在一个偏远的小县里 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位 儿子带着家眷走马上任去了 马闪刀和老伴依然住在老屋里 十几年后 老伴去世了 又过了几年 他也寿终正寝 儿子回来给他办丧事 依照遗言 把敲珠刀放进了棺材里 丧事办完后 儿子依照惯例 留在老家守校 为了防范猪妖的抱负 身边留着十几个壮汉 过了两三个月 忽然有一个侨夫跑来告诉马县位 马闪刀的坟墓被刨开了 棺材被打开 旁边死了一头大野猪 原来猪妖抛开坟墓 想撕碎马闪刀的尸首 来报当初的一刀之仇 哪知道刚打开棺材盖 敲珠刀飞出 抹了他的脖子 后来 马县位将棺材重新掩埋 把野猪拖回家里吃肉 至于那一把敲珠刀 便寻不见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正所谓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一物降一物 无论邪魔外道多么猖狂 终究逃不出正义的制裁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借势欲礼 劝欲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就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男人搭救了一只画眉鸟 有一天开玩笑对画眉鸟说 让它变成女人做老婆 就因为这一句话 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 客观不要急 故事得从头讲起 唐武宗会昌年间 有一个穷汉姓宗 之所以称呼他为穷汉 是因为他除了三间茅草屋 和两套换洗的衣服 什么也没有 他只好以打柴为生 所得收入也仅仅能吃饱肚子而已 更别说娶妻了 如今年过二十了 还是光棍一条 这一天 宗穷汉上山打柴 路过姓马的财主家后门时 家仆扔出一只画眉鸟 这是财主的小妾养的宠物 生了重病 眼看不行了 就让家仆扔了出来 看见画眉鸟在地上挣扎 站立不起 宗穷汉心生同情 捡起画眉鸟 直接来到行医的十五叔家里 十五叔检查了一番 长叹一口气说 病得太重 恐怕没有救了 我开一副药 你回家后煎了 每一顿喂一勺 至于能不能活过来 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宗穷汉一言而行 十几天后 画眉鸟竟然病育了 他非常开心 就把画眉鸟放生了 画眉鸟也没有走远 每当宗穷汉上山砍柴时 他就在附近觅食 与他为伴 有一天 宗穷汉砍柴累了 招手让画眉鸟过来 捧着他轻声说 画眉鸟啊 画眉鸟 你要是通人性 变成一个美女 嫁给我当老婆多好啊 画眉鸟 唧唧喳喳地叫了起来 似乎在说着什么 宗穷汉 当然不懂鸟的语言 却觉得声音很好听 望着画眉鸟黑黑直乐 过了片刻 画眉鸟飞走了 这以后 宗穷汉再也没有 看见画眉鸟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不清楚画眉鸟 为何弃他而去 难道真的隐居深山修行去了 然后变成女子 来嫁给他吗 想到这里 宗穷汉哑然失笑 这是不可能的事 纯粹是异想天开 一转眼 一年多过去 画眉鸟忽然飞了回来 嘴里叼着一颗珍珠 大约小指头大小 光彩夺目 宗穷汉拿到县城里售卖 珠宝行的掌柜惊讶万分 这是难得一见的上品 七宗穷汉不懂行 出价一千八百罐买了下来 当然了 商人建立妄议是寻常事 掌柜后来赚了好几倍 表过不提 一千八百罐对于宗穷汉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款 他翻修了房屋 购买了良田 摇身一变成了富裕人家 只要手里有了钱 就不愁娶不到老婆 事实上就是这么现实 过了不久 几个媒婆快要把门槛踏破了 宗穷汉最终选了一个姓姚的女子为妻 他本以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却不知迎来了一场噩梦 人不能光看表面 也要看言行 姚氏确实长得漂亮 也勤劳肯干 却是一个泼妇 一张嘴说出的话 能把牛气死 他整天不是嫌弃 这就是嫌弃呢 满嘴脏话 动不动就河东湿吼 指着宗穷汉大骂 一直骂到宗穷汉三魂出世 七魄升天 碰上这样的女人 是个男人都受不了 宗穷汉一有空闲 就躲在外面不回家 眼不见心不凡 这一天 宗穷汉受了姚氏的气 跑到后山坐在石头上生嫩气 画眉鸟飞到他手上落下 宗穷汉长叹一口气 说道 画眉鸟啊画眉鸟 多谢你送给我一颗珍珠 娶上了老婆 可是如今看来 还不如不娶老婆呀 话音刚落 画眉鸟忽然飞走了 它飞到宗家门前的树上 不住地叫着 姚氏听得心烦 跑到树下大骂起来 突然 画眉鸟拉出一坨粪便 正好掉进了姚氏的嘴里 等到姚氏把嘴里清理干净 却发现说不出话来了 请来医者治疗 医者却束手无策 就这样 姚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只能乖乖地做一个安静的美女 耳边少了郭躁 宗穷汉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宗穷汉常常对姚氏说 你安静的样子真美 其实 夫妻之间就应该和谐相处 这样的生活才算美好 就这样过了三年多 姚氏又能说出话来了 他禁不住喜极而弃 这些年来 宗穷汉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话 确实引起了他的反思 这以后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再也不嘶吼和辱骂了 其实 夫妻的相处之道 充满着学问 婚姻生活幸不幸福 完全取决于自己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事狱里 劝狱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女子做怪梦 修于其耻 只能对啄木鸟倾诉 啄木鸟听了女子的诉说 为何要啄女子的床腿呢 只因为啄木鸟的这一怪异行为 引出一段与法术有关的神奇故事 客观不要急 故事得从头讲起 唐德宗真元年间 小山村住着一户姓贾的人家 女儿年方十五岁 出托得花容月貌 风情万种 说亲的人把门槛快要踏破了 贾家一直犹豫不决 难以抉择 亲事没有定下来 贾家的女儿闺名阿娜 身边陪伴着一只啄木鸟 这是一只斑啄木鸟 而且是熊的 黑背 白尖 尾部下面暗藏红色羽毛 颈部上面有一撮新红色的羽毛 非常漂亮 啄木鸟白天到山林里捉虫子 晚上就回到阿娜的闺房 钻近挂在床头的鸟笼里 陪伴阿娜 这一只啄木鸟为何如此依恋阿娜呢 因为阿娜是她的大恩人 那还是十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阿娜才五岁左右 有一天跟着父亲到后山捡干柴 忽然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在不远处的草丛里乍响 阿娜跑过去一看 在草丛里发现了这一只啄木鸟 身上的羽毛被烧光 身体变成了焦糊状 原来被雷劈死了 阿娜正要离开 忽然发现啄木鸟动了一下 他赶紧捡起来 发现非常烫手 阿娜的爷爷初通医术 用菜油涂抹在啄木鸟的身上 然后到山上采摘了十几株草药 倒出汁液 灌给啄木鸟服下 在阿娜的精心照料下 历时大半年 啄木鸟最终恢复了健康 从此后对阿娜言听计从 这一天晚上 啄木鸟飞了回来 落在阿娜的手上 此时 阿娜正在想着他的亲事 对着啄木鸟说 啄木鸟啊 啄木鸟 难道我真的要嫁给那些山野村夫吗 只可惜 我家境贫困 只能选择普通人家 要是我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就能选择大户人家的郎君了 再不计 也可以嫁一个书生啊 啄木鸟歪着头看着阿娜 眼睛竟然像能说话似的 阿娜读懂了他的意思 那就是他非常了解阿娜的苦衷 第二天晚上 啄木鸟没有回来 接连半个月 不见他的踪影 这一天 啄木鸟忽然飞了回来 嘴里含着一颗千年灵芝草 阿娜的爷爷拾货 喜不自胜 拿到周城 卖给了一位达官贵人 货银五千两 有了钱 贾家重建了房屋 购置了田地 成了富裕人家 这样一来 就需要重新打造全新的好家具 贾家买来上等木材 请来木匠打造家具 木匠一共三个人 师父带着两个小徒弟 其中一个姓巫的徒弟 看见阿娜貌美如花 想娶回家里当老婆 但是他自存高攀不上 于是在阿娜的新床的一只床腿上 做了手脚 过了一段时间 阿娜睡上了新床 半夜里 他梦见了一个男人 和他说着绵绵情话 这个男人他认识 就是前不久在他家里干活的 姓巫的小木匠 梦中的情景 让他羞于其耻 并且让他烦恼不堪 接连几天 都做着大同小异的梦 阿娜闷闷不乐 并倒在床 这一天晚上 阿娜捧着着木鸟 讲述了心中的烦恼 着木鸟歪着头看着他 眼睛里还是露出那一种 我懂你的目光 到了半夜里 阿娜忽然听见着木头的声音 惊醒过来 才发现声音是从床下传来的 他点上灯探头一看 只见着木鸟 已经在床腿上啄出一个怪异的图形 阿娜很生气 将啄木鸟呵斥了一顿 奇怪的是 这以后 阿娜再也没有做和小木匠在一起的怪梦了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段时间 姓巫的小木匠突然嘴歪眼斜 医治无效 他的师父觉得怪异 悄悄地审问他 他这才说出实情 估计法术被破坏 遭到了反噬 消息传开后 阿娜听到了风声 前后结合起来 猛然间醒悟过来 原来啄木鸟将床腿上的图形啄掉了 因此破坏了法术 姓巫的小木匠也因此遭到了反噬 好在小木匠真心悔改 发誓不再使用这种旁门左道之术 三年后 他的容貌恢复了正常 后来 阿娜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一位穷书生 在他家的资助下 书生后来考上了进士 当上了官员 至于那一只啄木鸟 自从阿娜跟着夫君赴任后 就飞走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正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在此奉劝各位要心存善念 多做善事 切不可生出害人之心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事狱里 劝狱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北宋末年 小山村里有一个年轻的小媳妇 姓乐 人称乐妖娘 前不久 她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总是莫名其妙地发出一阵狂笑 笑过之后 便开始啼哭 一天发作两三回 家里人问她 为何如此 她说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无法控制 家人请来医者诊治 医者望闻问切一番 皱着眉头说 奇怪 你的身体没有异样 我无吃下药 一连请来几位医者 都是如此说 白天还好 半夜里 乐妖娘突然发作 惊扰得家人从睡梦里惊醒 睡不好觉 父母便换来儿子干大郎 说道 你的媳妇病成这样 你就不焦急 干大郎双手一摊 说道 我怎么不焦急 天天晚上被她吵醒 睡不好觉 我也没办法呀 母亲说 前两天我去串门 听村头的王大神讲 灵神灌里有一个道横高深的老道长 帮不少人家解决了怪事 我和你的爹商量好了 你雇一辆牛车 把你的媳妇拉到道灌里 恳求老道长帮忙致一致 干大郎答应下来 结果几百文前 到小镇上和赶车的刘把氏说好 下了定金 第二天一大早 刘把氏赶着牛车来了 干大郎辞别父母 带着乐妖娘 坐着牛车上路了 灵神灌大约一百多里远 当天晚上 在山下的客栈里歇宿一晚 天亮后 刘把氏守在客栈里 干大郎带着乐妖娘上山 到了道观里 见过老道长 干大郎把来意讲了出来 老道长让他们 在灵神塑像前叩头 插上三炷香 然后坐在她的面前 老道长对乐妖娘说 你前世不该骗她 如今她怨气难消 找麻烦来了 乐妖娘问道 她是谁 老道长说 一个女鬼 前世里 你和她情同姐妹 原来 乐妖娘的上仪是名叫康小叔 她有一个表妹 名叫安小差 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两人住在同村 两人相差不到一岁 又是亲戚 从小便在一起玩耍 一起成长 感情深厚 相互信任 16岁这一年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安小差带着小丫鬟 去寺庙里烧香 原本她约康小叔一起去的 但是康小叔的奶奶生病了 她要在家里侍候 因此无法成行 烧过香许过院后 安小差在寺庙里游玩 遇见一个英俊潇洒的书生 不由地吃了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脸颊飞起了一片红霞 书生也停下脚步 痴痴地看着她 小丫鬟催了一口 斥责说 看什么看 真是无礼 书生这才发现失态 红着脸善笑着走开了 安小差转头望着书生的背影 眼光不愿离开 小丫鬟善解人意 巧声问道 小姐 莫非喜欢上这个书生了 安小差默不作声 快步向前走去 过了一会儿 安小差在长廊上观赏壁画时 忽然发现书生站在不远处 原来书生对安小差一见钟情 心中不舍 因此在后面跟着 小丫鬟灵机一动 把香囊扔在了地上 书生发现 捡了起来 紧走几步 追上安小差 把香囊交还 安小差接过香囊 匆匆离去 走了几步 她吩咐小丫鬟去感谢书生 顺便打听一下书生的姓名 小丫鬟心领神会 走了过去 很快 小丫鬟回来了 对安小差说 小姐 我已经打听得明白 书生姓吕明俊焕 17岁 住在邻村 还没有婚配 安小差望向 吕俊焕 发现她正望着自己 她沉思片刻 吩咐小丫鬟 去对吕俊焕说 三日后 在安家后花园相会 三日后 安小差带着小丫鬟 在后花园里游玩 墙外传来吟诗声 她赶紧来到矮墙处 探头张望 正是吕俊焕 两人在矮墙处 相谈了一炷香的功夫 才分手道别 这一天 安小差正在思念吕俊焕 康小叔来访 两人在一起闲聊时 安小差向康小叔 倾吐了心事 康小叔自告奋勇地说 我去给你们传递书信吧 康小叔家境普通 没有那么多家规 可以到处自由走动 安小差大喜 当即挥笔在手帕上 写下一首相思诗 让他转交给吕俊焕 并叮嘱让他早日来提亲 第二天上午 康小叔来了 把手帕还给安小差 说道 表姐 你喜欢错了人 吕俊焕已经定下了婚约 原来 他找到吕俊焕 拿出手帕 哪知道吕俊焕不屑一顾 只还给他 康小叔说了许多 有关吕俊焕的坏话 安小差气得大哭了一场 把手帕烧了 卧床三天 茶饭不思 三天后 他重新振作起来 不过 就像换了一个人 心事重重 半年后 父母给安小差订了婚 又过了大半年 安小差出嫁 跟着丈夫迁到洛阳定居 与康小叔以及家人 偶尔书信往来 再后来 听说康小叔嫁了人 彼此便断了联系 安小差因为心里装着吕俊焕 对丈夫不冷不热 丈夫感觉不到他的温暖 便耐了窃 逐渐与他疏远 十多年后 丈夫酗酒而死 安小差嫁给一个茶叶商 做了田房 五十岁 五十岁这一年 商人病死 安小差回到商人老家定居 顺道探望娘家人 小住了十几天 这期间 他得知表妹康小叔 嫁给了吕俊焕 二十年前已经去世 安小差心生疑斗 康小叔不是说吕俊焕 已经病了亲吗 为何娶了康小叔 他派人把吕俊焕请来 一探究竟 吕俊焕早已两鬓斑白 脸上爬满皱纹 两人一见面 他就责问安小差 为何当初派康小叔拒绝了他 事情至此才真相大白 康小叔见了吕俊焕 一见钟情 便编造了谎话 让吕俊焕断了对安小差的念想 自己主动追求吕俊焕 一直到安小差出嫁了 吕俊焕才娶了康小叔 康小叔死后 他没有再娶 至今还是单身 听吕俊焕讲完 安小差呆住了 好久没有言语 连吕俊焕什么时候走的 都不清楚 后来 安小差回去后 心意难平 抑郁了好几年 得病去世 他死后 怨念难平 魂魄便找到乐妖娘作祟 乐妖娘便是康小叔的前身 老道长讲完 乐妖娘说 前世的事情 我一点也不记得 再说了 好东西都想要 我编造谎言 也算不得大奸大饿吧 老道长叹一口气 说道 不过 此事于情于理 都说不过去 也不怪人家怨念颇深 顿了顿 他又说道 我去给你调解吧 然后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 老道长睁开眼睛 说道 冤魂已经接受调解 你晚上烧一炷香 赔个礼道个歉就行了 乐妖娘一言而行 怪病果然好了 爱情虽然自私 但也要光明正大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情节 在于借势玉礼 劝玉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明朝洪志年间 离县城不远处 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 小镇上有一所书院 书院是一位姓孔的老先生开办的 孔老先生科举无望 便开办了这所书院 培养出了许多高官名士 可以说逃离满天下 因此名气比较响亮 有不少读书人 慕名来此求学 锁形术住在小镇边上 这一天 他看见一个书生 愁眉苦脸地坐在街头大树下 似乎有为难之事 他是个好心人 便走上前询问 书生苦着脸说 我把钱弄丢了 原来书生名叫宋之谈 从外地慕名来此求学 哪知道到了这里后 才发现钱丢了 没有钱交学费 他这一趟算是白跑了 因此坐在这里发愁 锁形术与宋之谈闲聊了一会 见他言谈举止 温文尔雅 腹中颇有一些学问 有心帮他一把 于是说道 这样吧 我帮你先垫付学费 等你明年再来时 还我就是了 宋之谈大喜过望 赶紧站起来 攻身行礼 表示感谢 锁形术笑着说 相遇即是有缘 大家相互帮衬 不必多礼 说吧 把宋之谈带到家中 拿出银子 除了学费外 还给了一些生活费用 宋之谈要写一张借条 锁形术笑着白白手说 我看你也不像骗钱之人 就不用打欠条了 你如诚心不还钱 要借条何用 你如诚心还钱 借条完全多余 话说到这份上 宋之谈不再勉强 一攻到地 告辞而去 到了书院 交了学费 开始求学 遇到书院放假之时 宋之谈会来探望锁形术 锁形术盛情款待 没有把它当外人 时间一长 两人成了好朋友 情深异常 一转眼到了年底 书院停学 宋之谈收拾行李 来到锁形术的家里 锁形术白酒为他践行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宋之谈忽然站起来 屈膝半跪在他的面前 抱拳说道 锁大哥 对不起 我骗了你 其实 我不是人 锁形术拉起他 问道 兄弟 何出此言 宋之谈讲了起来 原来 他是一个鬼魂 他前世是一名保学书生 患病身亡 一直不愿投胎转世 因此在阴间游荡 明年春上 因私要招考基层官员 选拔土地或者城隍 填补空缺 他想参加考试 担心学书才浅 打算到书院里深造 但是 他手上的钱财都是明币 交不了学费 因此坐在街头发愁 幸亏遇见了锁形术 解决了他的难题 锁形术笑着说 兄弟 你有隐情 算不得欺骗 话说开了 是一样 宋之谈说 大哥垫付的学费 我一时半会拿不出来 待我考上官员后 再想办法还你 锁形术白手说 算了 那些银子 算我赠送给你的 不用还了 宋之谈正色说 那怎么行呢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这些钱是无论如何 也要还的 酒后 两人一一惜别 时间一晃 就到了第二年夏天 这一天半夜里 锁形术朦朦朦朦朦朦中 看见一个人影来到床边 定睛一看 竟然是宋之谈 满面愁容 他开口问道 兄弟 考上了吗 宋之谈 哀声叹气地说 哎 大哥 命运不济呀 我在世之时 饱读诗书 只因命途多传 英年早逝 无缘参加科举考试施展报复 引为汉事 原本想在阴间考上官员 以了心愿 谁知却名落孙山 你说说看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锁形术劝解道 世上的道路千千万 没必要非要入世 宋之谈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说得何尝不是 我想投胎转世重新为人 只不过欠你的银子 还没有办法偿还 我为此是烦心啊 锁形术说 兄弟 那些钱就当我送给你的 哥哥我不要你还了 你去投胎转世吧 来是争取活得风风光光的 宋之谈却说 不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说过的话 我一定要兑现 我今天来 就是告诉你 你的钱缓一些时日缓你 说吧 也不等锁形术答话 就消失不见了 锁形术醒来 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他的老婆问清楚了原因 说道 宋之谈是个讲信用的人 要是换做其他人 早就跑去投胎转世了 哪里还会念念不忘还钱 何况你早已经说过 不要他还了 两人相互接叹不已 两三个月后 半夜里 锁形术又梦见了宋之谈 宋之谈欣喜地说 大哥 我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投胎给你当儿子 既还了你的债 也报了你的恩 两全其美 锁形术说 兄弟 我早已说过 这钱不要你还了 为何还念念不忘 宋之谈笑着说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锁形术说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儿女都已经十多岁了 年纪大了 再生育 恐怕不容易了 宋之谈却说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向殷私申请 殷私已经批准了 说吧 跳上床不见了 锁形术醒来 和老婆说起此事 老婆不相信 说道 我多年没有怀孕了 年纪大了 哪里还能怀上 谁知过了一段时间 锁形术的老婆 果然怀上了 十月期满 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锁念诵 意思是怀念诵之谈 锁念诵天资聪颖 七岁吵着要读书 锁形术家里 祖辈没有出过读书人 便让他读了书 锁念诵十八岁中了秀才 十九岁完婚 二十多岁考上了状元 锁形术劳两口 跟着锁念诵一养天年 都是高寿之人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知恩图报 理所当然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世狱里 劝欲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就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唐朝天保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个兴趣的侨夫 父母早已亡故 独自一人以打柴为生 人称去砍柴 因为家贫如洗的缘故 年过二十了 还没有说上亲事 忽然有一天 去砍柴回到家里 发现地上有水渍 枣筒适湿的 似乎有人用过 但是 屋门锁得好好的 窗户也关得好好的 谁会进来呢 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村里人看不起他 亲戚们也看不起他 他一直独来独往 很少出去走动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会来 他百思不得其解 一连两三天都是如此 他每天一回家 都会检查门窗 再去查看地面和枣筒 门锁着窗户关着 地面上依然会有水渍 枣筒依然是湿的 这一天 去砍柴来到山上 双手卷起喇叭状 朝着天空大喊了三声黑白鲜 不一会儿 飞来一只喜鹊 落在他的肩头 问道 恩公 有何吩咐 喜鹊为何称呼 取砍柴为恩公呢 说起来话长 且听我从头说起 那还是三四年前 取砍柴正在山上砍柴时 忽然听见一阵喜鹊的惊慌叫声 抬眼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有一个巢穴 里面握着一只喜鹊 正在巢下面叫着 他在往树下观看 只见树下有一只野狼 正试图往树上爬 恰在此时 空中飞来两三只苍蝇 来到树顶 往下俯冲 攻击喜鹊 奇怪的是 喜鹊没有飞起来 而是躲闪着 不停地反击着 天空中有苍蝇 地下有恶狼 喜鹊真是倒霉 看来小命不保了 取砍柴顿生怜悯之心 挥舞着斧头赶走恶狼 又挥舞着上山赶走苍蝇 取砍柴爬上树 将喜鹊抱起来检查 发现她的一只翅膀受了伤 似乎是被长剑刺伤的 她这才明白 难怪喜鹊遇见天敌不飞走 原来是受了重伤 这时 喜鹊忽然开口说起话来 多谢恩公搭救 取砍柴吓了一跳 赶紧扔下喜鹊 惊讶地说 你为何会说话 难道是妖怪吗 喜鹊大笑着说 恩公莫怕 我不是妖怪 而是喜鹊王子 是华步溜秋山上 喜鹊王的第二十三子 前不久 到山神洞里做客 喝多了酒 语出不敬 得罪了山神 被他刺了一剑 逃了出来 山神不想放过我 因此只使苍蝇和恶狼追杀我 要不是遇见恩公搭救 我命休矣 取砍柴赶紧行礼 口称拜见喜鹊王子 喜鹊笑着说 恩公不必多礼 我伤势过重 带我回去养伤 不胜感激 取砍柴便把喜鹊带回家里养伤 过了几个月 喜鹊的伤痊愈了 临走时 他对取砍柴叮嘱 如果有事找他 就对着天空大喊三声黑白鲜 他就会出现 听了喜鹊的询问 取砍柴说 我家里有人偷跑进去 你帮我守在院子里 看看是谁进了我家里 喜鹊答应一声 飞走了 到了下午 喜鹊飞了回来 说道 确实有人进屋洗澡 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 取砍柴狐疑地问道 她是谁 如何进来的 喜鹊说 明天下午我再来 带你看看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说吧 就飞走了 到了第二天下午 喜鹊果然来了 她看了看时辰说 此时下山正合适 女子正在洗澡 可以将她挡在屋里 让她给你做老婆 取砍柴大喜 剑步如飞地往家里跑去 到了家门口 她打开锁 喜鹊在她的耳边轻声说 你进去后 赶紧拿起衣服 扔进灶堂里烧了 取砍柴点点头 冲了进去 女子正在枣筒里泡枣 忽然看见取砍柴冲了进来 赶紧抱着胸朵进水里 取砍柴也不言语 抱起女子的衣服 跑进厨房里 一把火烧了 火焰中飘出羽毛的浇糊味 取砍柴又走进屋子 女子脸上挂着泪珠 问道你为何烧了我的衣服 取砍柴反问道 你为何跑进我家里洗澡 女子讲了起来 原来女子是蜻蜓仙子 酷爱干净 她嫌弃宴堂里的水 挑着菜叶子的味道 因此跑进取砍柴的屋里洗澡 因为取砍柴勤快 村里人都是吃河水 她却每天清早跑到山上 挑回一袋山泉水 山泉水无比清澈 能润滑肌肤 深受蜻蜓仙子的喜爱 曲砍柴后这脸说 你的衣服已经烧了 回不去了 留下来给我当老婆吧 我会每天挑山泉水 给你洗澡 蜻蜓仙子娇羞地点点头 留了下来 当晚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当了曲砍柴的妻子 不过到了冬天 蜻蜓仙子怕冷 曲砍柴撕来想去 起了一个土炕 往炕里烧柴火 十二个时辰不熄火 蜻蜓仙子整个冬季不下炕 过了两年 蜻蜓仙子给曲砍柴生下一个儿子 一家人过着穷且快乐的日子 一转眼 十几年过去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积雪特别厚 房屋几乎被积雪覆盖住了 到了晚上 去砍柴把炕里塞满了柴火 把门窗紧闭 和蜻蜓仙子相拥着睡了 第二天早上 儿子发现他们没有起床 久呼不应 踹开门进去 发现父母都死了 原来 洛雪将透气口封住了 两人呼吸不畅 中毒而死 儿子将他们合葬在一起 这以后 每一年的夏天 都会出现两只蜻蜓 落在儿子的枕边 儿子心知肚明 是父母看望他来了 几年后 儿子成亲了 两只蜻蜓就没有再来了 或许火炕 就是这么发明的吧 属于爱情的产物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介事玉礼 劝玉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唐朝天保年间 有一个名叫谭一东的书生 一心想科举入室 发愤读书 却一直没有考上进士 他因为家贫 没有说上妻子 到了四十岁了 还是单身 父母双亲早已离世 剩下他独自一人生活 这一天晚上 谭一东正在挑灯夜读 忽然响起了轻微的叩门声 他打开门一看 屋外站着一名二八加零的女子 美艳不可方物 女子闪身进屋 自称姓李 愿意做谭一东的妻子 这正是九汉逢甘露 谭一东大喜 两人当晚就成亲了 李氏叮嘱说 谭郎 我其实不是人 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做 那就是不能用灯火照我 满了三年后才能照 切记切记 谭一东答应了 过了一年 李氏生下了一个儿子 一家人过起了苦病快乐的生活 李氏非常贤惠 相夫教子 一刻也不得空闲 一转眼 儿子一岁了 一家人庆贺 夫妻两人喝了几杯酒 李氏不胜酒力 先睡了 儿子也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谭一东酒意上涌 读不尽书 闲来无事 看着熟睡的妻子 忽然想起了他的叮嘱 好奇兴起 便端着灯 掀开被子 凑近照看 这一看不打紧 吓得他叫了起来 原来李氏的上半身是人身 下半身是白骨 分外诡异 李氏惊醒过来 大哭起来 边哭边数罗说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眼看我就要变成人了 你再等一年不就好了 这样我们夫妻俩就能掌相厮守了 如今前功尽弃 我也无法变成人形了 只好回去继续做鬼魂了 谭一东的肠子悔清了 赶紧跪在地上忏悔 李氏含泪说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以后再也没有相见之期了 只不过 孩子还太小 我担心你无法养活 你跟我来 我送一些东西 用作养育之姿 说吧 李氏出了门 身上献出绿悠悠的光 在前带路 谭一东跟在后面 拐过几道弯 到了一座华丽的宅院 进了屋里 里面装饰得相当精致 是一个有钱人家 李氏拿出一件珍珠衫 交给谭一东说 这是我心爱之物 价值不菲 你拿去卖钱 所得钱财 足够你和孩子生活了 谭郎 你一定要好好地抚养孩儿 自己也要保重 谭一东 含泪点点头 临走时 李氏将谭一东的衣摆 撕下一块 说是留作纪念 谭一东恋恋不舍地走了 过了两天 谭一东去城里卖珍珠衫 虽阳王得知 花了一万多罐钱 让管家买了回去 虽阳王一看 这不是女儿的陪葬之物吗 他大声喊道 此人是盗墓贼 快快将他抓来 原来 他的女儿还没有出嫁就死了 这一件珍珠衫 是女儿的心爱之物 他就把珍珠衫陪葬了 如今此物重现世上 难道不是坟墓被盗了吗 到了王府 谭一东如实相告 虽阳王哪里肯相信呢 下令用刑 谭一东依然坚持说是妻子所赠 虽阳王于是带着他来到女儿的墓地 发现坟墓完好如初 没有被挖掘的痕迹 他下令掘开坟墓 打开棺材 只见女儿的枯骨旁边 果然摆放着谭一东的衣摆 虽阳王半信半疑 来到谭一东的家里 抱起他的儿子查看 果真和女儿非常像 这才信以为真 他把珍珠衫还给了谭一东 任他为王府驸马 常年走动 谭一东一生未再娶 安心地抚养儿子 儿子长大后 考上了进士 在虽阳王的帮助下 最终官至适中 荣耀一时 谭一东死后 以驸马之理 葬在李氏的坟墓旁边 故事取材列一转 做了修改 这正是好奇心坏大事 做人还是要有自制力 自制力强的人 都能干成大事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世狱里 劝狱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宋立宗年间 有个姓丁的尼瓦将 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被母亲拉着大 他家没有田产 母亲靠着白天替人将洗衣服 晚上访线 好不容易将他抚养成人 为了糊口 母亲把他送给尼瓦将 老张当学徒 满事后 小丁便独自寻活干 人称丁尼将 这一天 邻村的老林盖心房 请了几个尼瓦将 丁尼将也在其中 吃过晚饭 大家在地铺上睡觉 丁尼将却高低要回去 他不放心 老母亲独自一人在家 老林说 都是山路 大晚上的 你不害怕吗 丁尼将长得五大三粗的 身板像铁塔一样 出了名的胆大 经常走夜路 他哈哈大笑着说 我做得直行的正 有什么可怕的 再说了 也就五六里山路 要步了多长时间 老林监劝说不住 送给丁尼将一个灯笼 让他走了 丁尼将刚上山不久 就见前面出现两盏灯笼 忽明忽暗 他大喜过望 有人结伴而行 太好了 他紧走几步 追上他们 丁尼将的老母亲 曾经告诫过他 晚上走夜路时 遇见陌生人 千万不要搭枪 最好躲远点 可是 丁尼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讥笑老母亲 过于迷信 丁尼将高声说道 几位兄台 在下是前面村庄的人 正好与各位结伴 不知各位兄台哪里人事 可是那些人都不理会他 都低着头默默赶路 丁尼将心中不快 说话不客气起来 不满地说道 我也算见识过不少人 没见过你们这种不懂礼节的人 你们不搭枪 难道是哑巴吗 可是那些人仍然低着头 默默赶路 丁尼将觉得奇怪 怎么碰上了一群怪人 他跟在后面 只见前面一人提着一盏灯笼 后面一人提着一盏灯笼 中间五个人走起路来 有一点轻飘飘的 似乎脚后跟没有着地 丁尼将仗着酒胆 紧走两步 拉住最后一人的胳膊 问道 这位兄台 你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人 感觉怪怪的 不像好人 那人猛地转过头来 丁尼将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那人面目猙獰 眼里射出一股寒光 刺得丁尼将睁不开眼 他发觉不对劲 转身想走 可是已经晚了 只见那人一挥手 袖子里射出一根线 瞬间缠绕在丁尼将的身上 丁尼将顿时觉得浑身僵硬起来 腿脚不听使唤 像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指引 不由自主地加入队伍里 走在那人的前面 他想大声呼救 可是拼尽全力 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他抬眼望向前面 这才发现 前面那几个人都被细线捆着身子 到了岔路口 队伍向山里走去 除了下山口 不远处就是丁尼将的家 他想往下山口走去 无奈腿脚根本不以 他的意志为转移 他只能眼望着下山口 后悔没有听老母亲的告诫 心里默默流泪 走了不远 到了一个洞口 有人在洞口迎接 拿着花名册对照 丁尼将看见洞里出现一个城门 核对过的人都走进了城门 丁尼将是最后一人 那人指着花名册 问后面的人 这人不在花名册内 你们抓错了吧 后面提着灯笼的那人 说道 这人找死 无理至极 故此把他收了来 不一会 又来了一人 看了看丁尼将 把提着灯笼的人拉到旁边 而语几句 只听提着灯笼的人说道 对不起 丁兄 我不知道是你儿子 那人把丁尼将拉到旁边 说道 我儿 爹在阴间当了阴差 我死的时候 你太小 恐怕不记得我了 你回去吧 以后少走夜路 更不要招惹陌生人 说吧 伸手摸了一下丁尼将的头 丁尼将昏了过去 等到丁尼将醒来 发现天已大亮 躺在草地上 他爬起来 跑回了家 对老母亲讲了怪事 老母亲哭着说 幸亏遇见了你爹 不然的话 我儿早就没命了 这以后 丁尼将再也不敢 独自走夜路了 这是一篇离奇的故事 但是想来大家独来 并不陌生 特别是山区里长大的孩子 估计从小就听过长辈叮嘱 夜晚不要走夜路 遇见陌生人 不要搭枪 故事虽然离奇 道理却是朴素的 如果大家听过 或者遇到过 类似的怪异事情 不妨再文末分享 本故事纯属虚构 恳请大家 不要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笔者在此善意提醒 为了安全起见 尽量不要在野外 独自一人走夜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